大家好,我是演员隋俊波 在《人世间》这部戏里面饰演郝东梅 郝东梅在这部戏里面可以说是一个好妻子 好儿媳,好嫂子这么一个女性人物形象 其实明明是一个公主命 但是在她身上你看不到公主病 所以她对待每一个人都是很平等地去看待 她身上女性的这种真善美吧 尤其在那个年代 真善美对于一个女人来讲 应该是一种特别高级的赞美 就是她的骨子里永远保持着一种情怀和真心 很善良地去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 无论是她的家人、爱人、家庭还是事业 她都是细心地呵护、备佳珍惜 女性的幸福并不在远方 也不在梦中 而是就在自己的身边 在你每一刻的勤奋里 在你每一分钟的爱里 在你每一秒的希望里 可能在真正的幸福没有来临之前 每个人各有各的不幸 但是这三个女人都没有被生活所打倒 而是用自己的感悟和人生的态度 去抓住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这一次能跟白清哥在一起合作 也是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 因为白清哥不但人好 戏也特别的好 跟他在一起演戏 沟通 都是毫无障碍的 冥冥之中吧 就会有一种默契在里面 虽然拍了五个月的戏 演了五个月的夫妻 有的时候我都觉得 好像我们已经 就是那一辈子的夫妻了 每回就是看着她的眼睛 我就都会特别的能入戏 人世间是一部厚重 接地气 有温度 甚至能给你带来 满满回忆的一部剧 我相信你看了 一定会放不下的